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开场秀则是节目中的大姐大纳英和宁静和淘汰回归的姐姐许如云 吴莫愁 黄小蕾 黄毅 毛俊杰 留恋一起表演 其中网友感到最一难评的留恋再度登上浪劫舞台 携手各位姐姐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 不仅如此 吴莫愁 黄小蕾 二姐张心意 留恋也会带来绿光表演至于 徐梦桃则会成为主持人 而原本的谢娜将会是节目的发布人 但不少眼尖的网友都发现 这次并没有全员回归 早前不断引起争议的赵英子 胡兴儿也没有出现在名单里 而高开低走的阿牙也不见踪影 让网友感到疑惑 难不成是这三位姐姐得罪了节目组 开播至今浪姐三如今也只剩下了最后的成盘夜 在成盘夜的预告片中 节目组官宣本即将新增一个成盘位 而且师姐推荐名单更是重要依据 欢言之将有17位姐姐竞争10个成团席位 王心灵组已经获得了一个成团席位 而谭薇薇获得了两个成团席位 按照个人喜爱度来看 人气王王心灵 谭薇薇和薛凯琪已经提前锁定了出道位 而拖英拉娇 阿萨也基本出道没问题 至于王心灵组的吴景妍 张天爱和唐诗义 不出意外的话 还会有一名姐姐获得席位 原本不少网友都看好是吴景妍和张天爱 但最近唐诗义的势头正猛 加上在武功表演因机制就敞圈了一波粉丝 相信最终成团席位应该是唐诗义拿下 至于郑秀妍组 郑秀妍和于文文也是提前拿下出道席位 至于阿图组剩下的三位姐姐朱洁静 张力和王子玄可能还会有一位姐姐能够出道 这次在说关阶段 临时宣布增加第十个成团席位 也让观众感到意外 毕竟和前两季相比 这次的成团人数是最多的 有网友就猜测很可能是节目组单纯 为了给成团业制造悬念 因为个人喜爱度榜单 从三宫开始基本就没怎么变了 人气分层非常明显 前三位基本都是王心灵 谭薇薇和郑秀妍 C位也是他们三人抢夺 或许正是因为成团名单过于好猜了 所以节目组武功后 并没有公布个人喜爱度名单 为了就是在成团业增添爆点 此外 从一宫开始王心灵 谭薇薇和郑秀妍一直都在神仙打架 原本又传节目组主义的C位人选是谭薇薇 但万万没想到 王心灵这匹黑马忽然杀出 让节目组措手不及 至于郑秀妍虽然实力和人气都在 但因为国籍问题 C位基本无望 于是现在就形成王心灵和谭薇薇之间的PK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节目组不希望因为C位的归属而被质疑 就只能达成双C位来平息各家粉丝的心 而成团位是十个的话 正好需要双C位 第十个成团位来得太忽然 也让网友不禁怀疑与其说是师姐推荐 不如说是节目组推荐 也就是为了保人进团 如果第十个成团位无关人气的话 那么大概率就是王子玄和朱接近了 大家觉得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